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孙子兵法语》三十六季 作者张辉丽,演播刘大明白 第二十六回远交进宫 公孙岳下葬之后,钟离春之身来到公孙岳家 看望已很久不见的妹妹钟离秋 姐妹相见,本来有很多话要说 可身穿白色校服的钟离秋呆呆地坐在睡榻上,久久无话 姐妹妹如此,钟离春心里也很难过 妹妹,我知道你怨恨姐姐 可是公孙岳不杀不行 她危害齐国,危害孙先生 钟离秋淡淡地说 公孙岳早该死 钟离秋沉默片刻道 妹妹,以后与姐姐住在一起 姐姐照顾你,好吗 我没资格住进王宫 也不想住进王宫 钟离秋冷冷地回绝道 钟离秋一阵尴尬 然后道 妹妹,你说吧 今后你想怎么过日子 姐姐一定帮助你 钟离秋赌气道 我想与孙先生在一起 你能让他答应我吗 钟离春一正 不知如何回答 钟离秋轻轻哼了一声道 我就知道你不能答应 钟离春道 除了孙先生 你想找什么样的男人 姐姐都可以帮助你 钟离秋冷冷一笑 姐姐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恨你 是你让我嫁给了公孙岳 钟离春难难道 我是为了孙先生 住口 钟离秋打断他 歇斯底里地说 你口口声声 说是为了孙先生 其实 你是为了你自己 你把我打发走了 你好嫁给孙先生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 钟离秋的话 刺痛了钟离春的心 这不是我说的 是公孙岳说的 公孙岳 是为了离间 是为了离间我们姐妹 他说的是事实 难道姐姐 不想嫁给孙先生吗 钟离春不知道 如何回答妹妹 泪水顺着钟离秋的脸颊 缓缓流淌下来 钟离春轻轻擦去妹妹脸上的泪水 不无内疚地道 妹妹 姐姐确实讲过 如果你嫁给了公孙岳 姐姐 就可以得到孙先生 可是姐姐 只是想想而已 绝不情愿 让你嫁给公孙岳 钟离秋 抽气着说 姐姐 别说了 姐姐的心 我都知道 我方才是说气话 我气不过我的命 为什么上天 偏偏让我这么命苦 说着 就大哭起来 看着悲痛欲绝的妹妹 钟离春爱恋地 将钟离秋 涌入怀中 叹口气道 妹妹 苦尽甜来 这一次 姐姐 一定让你如愿 钟离春心事重重地 来到田府 孙殡住处 告诉孙殡 她是来提亲的 孙殡以为 钟离春 是想离开王宫 没有答应 说现在 还太早 不是为我 钟离春说 是我妹妹 她一直 在垫着你 孙殡没想到 钟离春 是为钟离秋提亲 愣愣地看着她道 那你 你怎么办 钟离春 勉强地笑了笑说 我继续 当我的王后 而且是真王后 孙殡猛了 问 钟离姑娘 是大王逼你这样做 还是 钟离春 违心地说 谁也没逼我 是我自己情愿 我觉得 做王后 是我最好的归宿 孙殡摇头道 不 你并不情愿 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 钟离春 装作平淡的样子说 不为什么 我真的是情愿 我已经习惯了 宫中生活 习惯了向所有的人 发好施令 包括大王 我觉得 这非常适合 我的性格 我不愿改变 这种生活 孙殡 绝不相信 钟离春 说的是心里话 对于他们 在生死与共中 所建立起来的情感 在钟离春 心中的分量 孙殡 心智肚明 他看着钟离春 真诚得道 钟离春 我不相信 你愿意永远留在宫中 我等你 钟离春片刻无言 然后轻叹一口气说 孙先生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可是我不能 我已经答应妹妹 让你娶她为妻 你为什么要答应呢 难道你忘记了我们的誓言 不想嫁给我了 孙殡简直不能相信 情绪不由 激动起来 钟离春流着眼泪说 不是 我何尝不想嫁给你 公孙岳 临死前求我 把钟离秋嫁给你 我都没答应 可是 面对妹妹的眼泪与痛苦 我无法说不 是我让她 嫁给了公孙岳 我对不起她 我不能让她下半辈子 再做一个苦命的女人 钟离春擦了擦泪 然后继续说 孙先生 你就答应了吧 孙殡待了片刻 随后态度坚定地道 钟离春 我不能让你白等这么多年 告诉钟离秋 我不能娶她 钟离秋要走了 她卖掉房子 收拾好随身携带的衣物 要到魏国去 钟离春劝道 妹妹 你别走 我再劝劝孙先生 他会答应的 钟离秋 胆胆一笑说 强扭的瓜不香 孙先生不愿娶我 强迫之下 即使在一起了 也不会幸福 就像我与公孙岳 孙先生不是不愿娶你 他是怕 公孙岳刚死不久 就娶你为妻 外人会说他是因为你 才逼死了公孙岳 他这是借口 他及时以后娶我 别人也会这么说 妹妹 我可以让大王赐婚 把你许配给他 这样别人就不会说邪话了 姐姐的一片诚心 妹妹心领了 钟离秋真诚地对钟离春说 可妹妹心里明白 姐姐也喜欢孙先生 姐姐为了他 如今只是假作王后 绝无此事 钟离春连忙否认道 姐姐 你别瞒我了 我去问过田将军 这是他告诉我的 我 已经改变主意了 我要做真王后 我已经 告诉孙先生了 钟离秋 沉默了一会儿说 姐姐 你的心真好 不是我心好 是姐姐对不起你 我们不提过去的事了 姐姐 这几天 我反复在想 失去的东西 可以找回来 失去的情感 能找回来吗 即使找回来 还能像原来那样 美好吗 不会 失去的 毕竟失去了 不如把那美好的情感 永远留在记忆中 她停顿片刻 又说 我还有小春秋 我要把她抚养成人 我与公孙月 毕竟夫妻异常 我要对得起她 那 你也没有必要回魏国 留在齐国 我可以帮你 公孙月 是为魏国死的 魏国 应该抚养她的孩子 再说 留在齐国 触景生情 容易让人 想起伤心的往事 钟离春 再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无论说什么 也很难 抚慰妹妹 受伤的心 临行使 钟离秋 对钟离春 嘱咐说 姐姐 我走的事 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孙先生 我不想惊动他们 钟离春 答应了她 钟离秋 带着小春秋 和公孙月的灵牌 来到魏国 庞娟亲自 为公孙月 安排了宿慕的灵堂 庞娟带领她的将军们 跪在公孙月的灵牌前 她眼含泪泪水 望着灵牌 痛哭道 公孙先生 甘胆相照 谋略超人 建盖天下 为我大业 生死不顾 独往齐国 质敌群雄 只可惜 只可惜一时不慎 命归九泉 此乃上天无眼 令我寸长欲断 我欲九泉 再见先生 无奈为国霸业 尚未成就 先生离去 独我承担 我若离去 前功尽弃 公孙先生 休权之下 暂且寂寞 待我成就霸业 定去相伴 先生 庞娟哭霸 叩首败祭 将军的见死 不由 山然泪下 庞娟 命令手下人 一定要照顾好 钟离秋和他的孩子 不能有半点怠慢 庞聪对庞娟说 叔父 你对钟离秋不可不防 他很可能是齐国的奸细 庞娟叹道 不论他是不是奸细 我都要好好照顾他 照顾好他 已是为了公孙岳 而是要让跟随我们的人赶到 跟着我们 无论是生还是死 都有人照顾他们的妻子儿女 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铁心 跟着我们转战南北 争霸中原 一日 齐宣王命田济和孙殡 收复边城 平息 公子交尸叛乱 孙殡对齐宣王 进言道 公子交尸 区区乌合之众 之所以 敢与国家为敌 是因为有魏国做后盾 秦国乃魏国劲敌 大王可派能言善辩的说客 前往秦国 游说秦王与齐国结盟 请秦国出兵 进攻魏国 韩兆两国早有与齐国结盟之意 只是因为先前我国内乱 才没有立盟 大王可派使者前往韩国与赵国 确定立盟之事 然后请韩兆两国同时出兵 若三国出兵 汤娟将无暇顾及公子交尸 此外 大王再派一使者前往楚国 答应割让诚意给楚国 使楚国不再与魏国和好 魏国将更为孤立 此时 我们再出兵收复边城 轻而易举 秦宣王问孙殡 何人出使这几个国家 最为何事 孙殡道 秦华聪慧过人 能言善辩 可出使楚国韩国 他既能让反复无常的楚王因贪力再度反复 又可使老谋深算 优柔寡断的韩王 看清厉害 出兵相助 大王可命高大夫出使赵国 高大夫秉持的性格 很容易让赵王相信我们的诚意 最后大王可命邹记 出使秦国 等等 秦宣王不解 打断孙殡 邹记 引咎辞职 他嘴上不说 心里应当 非常不满 如果 让他当使者 取而不反视角 若他 有意 坏寡人大事 如何是好 孙殡笑道 不会的 邹记 在相国位置上 发号施令多年 如今 做普通百姓 很不习惯 他很想 找个机会 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 以期得到大王的赏识 再回朝中 大王若给他这个机会 他一定会尽心尽力 齐宣王问 为何非给他这个机会不可呢 寡人完全可以派别人前往秦国 孙殡道 此次伐交 秦国最为重要 因为只有秦国 方能与魏国抗衡 秦国出兵 才可使旁娟 顾西 而不能顾东 大王 命失去相国职位的邹记 前往秦国 不用多言 秦王便可从中 窥视到大王的胸怀 任何一个国君 只要不是糊涂的君王 都愿与胸怀大肚的君王结盟 而不愿与斤斤计较的国家为伍 这是其一 其二 邹记会尽最大努力游说秦王 这将使秦王赶到曾与大王为敌的人 也如此权力 为国 可见这个国家的局势 一定非常稳定 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愿与危机四伏 动荡不安的国家结盟 除非这个国家 另有所图 还有 邹记说话 滴水不漏 颇有大国使者的风度 所以 前往秦国的使者 非邹记莫属 齐宣王 由衷佩服孙殡的宽大胸怀和用人之道 同意派邹记出使秦国 齐国迟迟为出兵收复边城 庞涓估计齐国打算派使者 游说 韩 赵 楚 秦等国 共同对付魏国 他对庞聪道 这是孙殡 管用的伎俩 兵家称之为伐交 杭聪 你若是我 打算如何对付孙殡的伐交之策 知了有声 欢迎继续收听 杭聪思考片刻说 赵国与韩国惧怕叔父 叔父可派使者恐吓他们 若与齐国结盟 卫国大军将执逼他们的国都 楚王是个贪图利益 又自命不凡的人 叔父可送给楚王珠宝与赞美之言 楚王就不会帮助齐国 秦国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国家 韩国为称高一战 送诚意给秦国 秦国还不满足 叔父可答应秦王共同瓜分韩国的土地 秦国必然不与齐国结盟 庞聪你很有长进 庞宣满意的笑道 不过你太小瞧韩国与赵国了 孙殡为他们攻克上党 使韩赵联为一体 只是恐吓阻止不了他们与齐国结盟 应该分而置之 对赵国可以恐吓 对韩国可以恩惠并用 韩国的军队经孙殡训练之后 已非昔日那样不堪我们一击 而对秦国不要轻易答应他们的条件 秦国一直想东进 不论你答应他任何条件 都无法满足他东进的欲望 只有以威相对 庞娟让庞聪出使韩国 他嘱咐庞聪道 韩国对我们很重要 若说服韩国与我们结盟 秦国就不足为虑 若不能说服韩国 使才会变得麻烦 庞聪到达韩国的时候 秦华也到达了韩国 齐卫两国的使者都是为结盟而来 韩王一时拿不定主意 他问朝中大夫们该如何是好 沈大夫赞同旅行 与齐国的盟约 反对与卫国和好 他对韩王道 美国野心勃勃 又言而无信 他一直想吞并 韩赵两国 只是东有齐国 西有秦国 才未能如愿 我们不能与这样的国家结盟 左大夫的意见与申大夫截然相反 他对韩王说 我不否认 美国有野心 凡是大国都有野心 只要我们善于在大国间周旋 他们就无法灭亡韩国 我们之所以答应与卫国结盟 就是为了与其周旋 使卫国没有借口 对我们用兵 否则弄得太僵 卫国针对我们动用军队 齐国内乱不止 无力帮助我们 韩国将难以遇敌 韩王不想与卫国对抗到底 又担心卫国言而无信 他想要一个两权其美之策 司马大夫说 大王可告诉卫国使者 若让卫国的太子申来韩国做人质 韩国便与卫国结盟 太子申是卫王最宠爱的儿子 有太子申做人质 卫国便不敢侵犯韩国 唐娟本不想答应韩国苛刻的条件 但他听戏作说 齐国出使秦国的使者是邹记 便对庞聪道 孙殡太会选人了 邹记出使秦国 秦国肯定与齐国结盟 如果韩国在乘机兴风作浪 我们就难以对付了 先答应韩王的要求吧 以后再想办法让太子回来 韩国答应与卫国结盟 申大夫感到愧怼孙殡 可远道而来的秦华 他特意向秦华表示歉意 秦华安慰他说 孙先生本来就没什么韩国帮助齐国 只要韩国不出兵帮助卫国 我此行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申大夫道 秦先生尽可放心 韩国虽未与齐国结盟 但朝中大夫包括大王 都把齐国当作有国 绝不会出兵帮助魏国进攻齐国 秦华解释道 我说的出兵不是指帮助魏国进攻齐国 而是帮助魏国对付秦国 如果秦国出兵攻卫 韩国不出兵相助 旁娟便东西不能两顾 我们就可以乘机收复边城平息叛乱 申大夫有些为难道 秦国一向威胁韩国 如今仍占据着韩国的边城 大王做梦都想收回边城 魏国若与秦国交兵 估计大王非出兵不可 秦华微微一笑说 收回边城 未必需要出兵 只要一句话 秦王就会将边城还给韩国 哦 请秦先生明示 秦国出兵攻卫 避走韩古关 秦国兵出韩古关 与魏军交战之时 韩国可屯兵秦汉边境 威胁韩古关 然后派人告诉秦王 若秦国归还韩国边城 韩国将按兵不动 若秦国不归还边城 韩国将出兵 截断秦军的良道与退路 秦国将不得不归还边城 申大夫赞叹道 好好计策 秦先生的治谋 可与孙先生媲美 秦华笑了笑说 不瞒你说 这是孙先生的主意 来时孙先生让我告诉你 只要这次韩国不帮助魏国 韩国有难 秦国绝不会袖手旁观 沈大夫对秦华施了一礼道 请秦先生转告孙先生 只要能收回边城 寡君绝不会帮助魏国 秦华出使韩国很顺利 邹记哪边也一切顺利 秦国答应与秦国结盟 三十万军队出汗武官兵压魏国 庞娟率魏国大军迎击秦军 决心与秦国军队一争高下 庞娟临行前仍惦记齐国的公子娇师 他嘱咐助手其卫边境的费将军 宁可失去齐国边城 也不可失去公子娇师 只要公子娇师尚在 齐国就不会安宁 齐宣王绝不会容公子娇师 与自己分庭抗礼 他命田记孙殿 立即收复边城 平息叛乱 齐太后听说此事 质问宣王道 听说你又要出兵 讨伐教师 齐宣王解释说 不是讨伐 是请教师兄弟 回到太后身边 齐太后冷笑道 请什么请 别糊弄我这个老太婆了 我心里明白 大王 我还是那句话 国家的事 我不管 但你们兄弟之间的事 我不能不管 无论你有什么理由 也不能伤害交尸 你若伤害交尸 我就死在你面前 在太后的威逼下 齐宣王 只得承诺说 太后放心 王儿已经下命 只准收复边城 不得伤害交尸 伤害交尸者 将与交尸同葬 田记与孙殿 若不遵命呢 违抗军命 就是死罪 田记和孙殿 指挥齐军 将公子交尸 盘踪的 林丘 范城 马林 分而为之 公子交尸 依仗 魏国的支持 赋予顽抗 命令叛军 拼死守城 一场血战 似乎在所难免 田记对孙殿说 孙先生 边城内外 皆骑过士兵 有的人 还是相邻亲戚 若能兵不血刃 收复边城 才是上策 不知军师 可有妙计 孙殿道 攻心 如何攻心 凡有相邻亲戚 在城中者 让他们写一书信 信中 除了叙旧之外 告诉城内的相邻亲戚 弃暗投明者 我们将既往不救 然后 用弓箭 将书信 射入城中 一旁的田国 开口说 可是 如此发信 信 会落入他人之手 孙殿 微微一笑道 我要的 就是这种结果 如此一来 一封信 将一传十 十传百 城内的叛军 都将知道 我们的态度 孙子兵法上说 投之王帝 然后存 限之死地 然后生 我反其道而用之 让叛军 有生路可走 求生 是人的本能 只要有生路 多数士兵 便无心守城 军心 必然浮动 将军们 就是有天大本事 也无法控制住军队 我们若此时攻城 即使不能兵不血刃 也将是轻而易举 田记赞叹道 好 一封书信 胜过十万大军 随着书信的攻心之箭 纷纷落入叛军手中 果然一传十 十传百 守城叛军 军心浮动 林秋叛军逃兵过半 范城叛将 开城投降 叛军首领高将军 对公子交失道 孙殡 攻心 不攻城 说明他的确 技高一筹 不过 同时也说明 他对公子 不敢轻举妄动 只要公子在 我们就有希望 公子不如 做个顺手人情 告示全军 愿意走的 可以走 愿意留的 随公子前往魏国 待旁军大军凯旋 我们再卷土重来 公子交失 脸色一沉 拂袖道 我不去魏国 高将军道 孙殡用兵如神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我们应该 先避其锋芒 公子交失 打断他说 你们都怕孙殡 我不怕 我就是要看看 他到底有多大本事 公子 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 如果此次兵败 公子即使侥幸不死 也不可能 再集结这么多军队 更不可能 夺取王位 夺到魏国 就有可能夺取王位吗 吃人家的残堂 剩饭 看人家的脸色行事 被人家使唤来使唤去 那种丧家之犬的滋味 好受吗 今日 听别人使唤 是为了将来 夺取王位 使唤别人 公子 成大事的人 要能忍辱负重 当年 晋国的公子 崇尔 漂泊国外 十数年 受尽困苦 吃尽屈辱 最终回到国家 不但 做了一国之君 而且成了一代霸主 名流史册 公子 为何不能成为第二个宠儿呢 公子 教师 四举高将军说的有理 依然抱怨道 我真无法忍受 魏国人 盛气凌人的样子 尤其是庞聪 高将军 安慰道 孔夫子 有句话 小不忍 责乱大谋 为了王位 公子 就忍一忍吧 公子教师 最终听从高将军的劝告 率残部 弃城而逃 齐国军队 网开一面 放公子教师 一条生路 田记 有些遗憾 他对孙殡说 如果不是大王有命 我绝不放过公子教师 孙殡 省望着远方 道 他还要回来 下一次 他再劫难逃 远交进攻 是三十六级中的第二十三级 远交 就是结交远方国家 进攻 就是攻取 进林国家 此级 意在分化瓦解 敌方联盟 各个击破 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们常用此计 达到自己的目的 战国后期谋事 范居 总结前人计谋 在说服秦王时 提出远交进攻 此计 因此得名 孙殡 用远交进攻之计 与秦汉等国结盟 平息了国内叛乱 并从根本上 改变了被动的局面 与之后事如何 请看下回 打草惊蛇 和文未经计计计计计划